好 同样也是非常夯的 还有这个熏机 不少店家光是过年 就能够卖出3000只的熏机 在台北市有一条很特别的熏机巷 短短50公尺就有5家店 而更特别的是呢 其实这些店家都是同性亲戚 家族传承三代了 在同一个巷子里 开枝三叶各自打拼 不过这每一家店制作手法不同 用的食材也不一样 各自吸引爱好者 打开锅炉 浓浓的香味脚又飘了出来 及的表面也已经烤成漂亮的金黄色泽 一边负责烤 另一头是忙着将独暖特制的焦糖酱汁 一勺一勺淋在熏机上 整个工作台上满满都是 一包包准备出货的熏机 一早5点不到 全家人就起来忙着备货 因为光是过年时期 少说得卖出3000只鸡 过年到又到了吃熏机的时节 不过你有注意到吗 短短的这一条街居然就有5间熏机店 不夸张5间店全挤在同条巷子里 更巧合的是5家店东居然全是亲戚 招牌在最后头的两间是唐姐妹 中间是唐弟的店 最前头两家则是侄子 而招牌熏机在这里已经传承三代 彼此感情都已经很巩固 而且在做这个生意方面 我们就是各自做各自 各有各的客户啊 对啊那我们都有自己的客户 所以比较不会去说去跟人家抢生意 或是怎么样 虽然这家人在同一条巷子打拼 但各有不同的家传秘方 为了市场躯壳制作手法不同 用的机也不一样 三家店用的是放山机 有两家使用防土机 民众各有所好在寻机一条街 亲戚们各自打造口味 创造独特的群聚效益 记者林鲜,刘亮君还被探望到